成年禮活動以榮耀新城青春起行為主題 由趣味小組競賽拉開序幕 禮聲在歡笑聲中拉近彼此距離 在象徵開智慧的成年遊禮知識敬達環節 學習各國成年禮文化禮儀 以及多元性別平等知識 當天也精心安排系智慧經濟感恩奉茶 以及父母證傳承物等儀式 場面溫馨感人 那我們今天成年禮一次就是 我們會先加冠 然後替上智慧機 然後我們有感恩奉茶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還會頒發一個儀式證書給各位 各位小朋友 那就證明就是在大家的見證下 大家就已經是長大成年 那當然長大成年就是要以後 我們做事就要為自己的負責 那另外就是以前都是爸爸媽媽照顧我們 所以從今以後 我們要學會的照顧爸爸媽媽 感恩爸爸媽媽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說 如果大家年紀再成熟一點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這份心就是 照顧周邊的人 感恩周邊的人 然後服務周邊的人 那我想我們社會就可以一片祥和 那這邊是一點跟大家共勉 大家希望都能夠發這樣子的心 那另外這邊也非常感謝我們城隍廟 那一直以來都對徐公所非常支持 那就是除了像昨天我們有頒發獎學金 也都是城隍廟跟民俗會帶來共同努力 才有這樣子的成果 那今天的成年禮活動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城隍廟也都是震助我們很多 那另外今天城隍廟他們還辦那個 文昌帝君的一個法會 然後那個點字會 那希望就是各位未來在出社會之後 這部分的未來你們的學業 以及出社會之後做事業都能夠一反風順 台北市議會議長戴錫青 以及台北府城隍廟周永鑫主委等貴賓 也特地前來獻上真摯祝福 並分享人生經驗 那提到這個意義就是要讓同學們 能夠記住到這一天就是說 你可能是雖然現在想起 你可能在將來都長大成年之後 然後有一個就是說 我已經長大了 但是在這邊我還是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 跟各位同學來分享 就是說我們不要安於現狀 要有一個挑戰 然後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有些事情不做也不怎麼樣 但是做了之後就很不一樣 貴賓及家長們為李生披上掛巾 以金為錦祝福前程似錦 同時李生們也將愛的手作花束送給爸媽 並且在眾人的祝福下 期盼孩子們都能夠展翅高飛 勇往直前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李生 谢谢大家